刚刚最近消息华府就快要沦陷的 先来看看来自美国华府最新画面 画面上呢 这一名等一下会出现的是 佛特蒙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 议员彼得维尔奇 他录下了一段画面 他声称说因为闯入的抗议群众呢 将催泪瓦斯丢进了国会大厦里的议事厅 而警方呢要议员就地避难 现在呢本来在稍早的时候呢 共和党籍呢本来就 就整个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投票 结果呢跟在参众两院的进行 的辩论 结果现在呢整个辩论也是被迫修会了 因为涌入华府抗议的这些群众呢 他们抗议选举不公 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在场外呢在国会山庄外头呢 警方发射了闪光弹跟催泪弹 驱散群众 接着呢就有示威者呢 打爆了众议院的议事厅的门上玻璃 闯入了国会大厅里的议事厅里头 现场呢在里头是有警员持枪指向 为群众 而英国美日报报道在稍早的时候 有一名试图闯入众议院议事厅的 女性示威者已经被警员射伤胸部 在现场急救后呢 有担架送医 现在是情况危急的情况 而在稍早的时候呢 因为整个国会大厦遭到包围 因此国会大厦上头是有狙击手瞄准待命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呢 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闯入了国会大厦 本来是涌入先涌入华府 接着包围再接着就是闯入 现在还有部分的众议员呢 还在会议厅里头 而国会大厦现在是已经实行了封锁 华府特区的市长的报赛呢 在刚刚的时候也宣布了 等一下就是台湾时间7点的时候 会开始实施宵禁 宵禁期间呢 除了市长指定人员之外呢 所有人都不可以在任何街道或巷弄公园 甚至公共场所 有所谓的步行骑车等等的方式出现 还有站立也都不可以 也不准在刚刚提到的这些地点呢 开车或者是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那支持者诉求的选举不公呢 是因为今天美国国会 召开在凌晨的时候 召开联席会议 本来是要按照就是 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呢 进行认证 然后呢 主席是副总统彭斯来主持 但是呢 整个认证的会议呢 才刚开始 结果都还没有出来 就有传出来说 国会大厦被包围闯入了 因此彭斯当时呢 就先从地下到 有安全人员的护卫之下呢 撤离被送往安全的区域 那川普呢 他本人是在稍早的时候呢 本来先推文说 他是支持 所有支持者聚集在华府 而且他推文还讲说 我们他力挺他们 同时他还说 我们的国家已经受够了 大家都是忍无可忍 后来呢 看到群众闯入国会之后呢 又改推文说 呼吁所有的群众呢 要保持理性 保持和平 赶快回家 那其实川普在推特 除了发文之外呢 他也在台湾时间的 凌晨12点的时候 有发表演说 可是呢 担任任政会议主席的 彭斯呢 却发布声明 而且是第一次 违逆川普 那彭斯的声明呢 他是拒绝 推翻所谓的认证结果 这个部分呢 是等于是 彭斯担任川普部首 四年来 首度公开反对川普 那没多久呢 就发生了 整个川普的支持者 包围并且闯入 而且这些支持者 闯入的时候呢 甚至呢 不断地从外头 然后一步一步地 步步进兵 他们先拆除了 国会大厦外面的巨马 后来呢 跟警方爆发冲突 警方发售催泪弹 驱散没有没有结果 示威者也没有离开 结果竟然有一群人 真的就成功地闯入了 还有人闯进 议事厅之后呢 在主席台高喊说 川普赢了 还有人说 自己正在众议院 议长裴洛西的办公室里头 看到裴洛西的电脑 是没有关闭的情况 目前得知是 有一名女性的示威者 胸部中枪 目前情况危急 但是不知道是被谁击中 可是呢 我们看到 消息跟照片呢 是有看到说 有国会的警察 已经呆在这个女性的示威者的身边 为他祈祝 而刚刚最新的消息是 在华府市长的要求之下呢 维吉尼亚州也派出了国民兵 以及200名的州计警 前往现场支援